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老了应该住谁家,过来人告诉你答案,离退休人都看看。 在中国,养老始终是个敏感问题,每当说起这个话题时,年轻人莫不感到肩上压力千军重,对老人来说也不是轻松话题。 时代不一样了,现在老年人对晚年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,普遍认为,要是住得不舒服,还不如拿着继续住养老院。 加上社会讲究男女平等,儿女都有养老义务,老人的选择范围比上世纪更大了。 于是,到了晚年,父母跟儿子住好还是跟女儿,就成了父母们关心的重点。 对于这个问题,很多人可能回答,这还用说吗,自然是要跟儿子一起住才好。 中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规矩自然有它的正确性,但现实中,真如此吗? 网友说,可能和亲生儿女住在一起,生活一样天年的,这样心理更健康。 到底是住儿子家好,还是住女儿家好? 人人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,言下之意就是,女儿最懂,最能理解和体贴父母。 父母老了,在女儿家过的一定会十分幸福。 最近和朋友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,朋友说,完全不是这回事。 接着,他就说,这十年来和他妈妈一起生活的经历。 朋友爸爸去世的早,哥哥姐姐们都不放心他母亲一个人在家生活。 可是,朋友母亲到底住在谁家? 经家人讨论一致,结果使母亲和二哥一起生活。 生活了一段时间,母亲常常抱怨,说在儿子家和媳妇不好相处, 媳妇事多,他们家的饭又吃不惯等等。 想着母亲年纪也大了,老师为了小时生气,对身体不好,就把母亲接到家里来住。 开始的时候,母亲早晚泡脚,刷牙洗脸,经常换洗衣服,按时吃药。 慢慢地住得时间长了,母亲却不愿意说话了,也不愿意出门了。 而且,养成了早晚泡脚的习惯也不泡了,还经常性的晚上不洗漱就睡觉。 朋友问母亲怎么不泡脚了,母亲敷衍说忘了,明天再泡,结果第二天也没有泡脚。 朋友想也许是母亲到这里来还不适应,也就没有强迫母亲非要去泡脚。 可是到了晚上,不知道什么时候,母亲已经都睡到床上了,连洗漱都省了。 母亲住在她家一个多月后,母亲连门也不愿意出了,只要朋友在家,她妈哪里都不去。 她上班,母亲也跟着一块去上班,朋友怕母亲孤胆,经常性的尽可能多在家陪母亲。 到了冬天,母亲到儿子那儿去住了。 母亲到了儿子家,生活习惯又变了,每天按时洗漱,早晚泡脚,包括弟弟家的卫生也帮忙打扫。 不但如此,母亲每天孩子觉得到外面去找老头老太太聊天,溜弯,日常生活变得很有规律。 每次朋友打电话问母亲在弟弟家过得如何,母亲总是说, 他们做的饭我又吃不惯,我做的饭他们不喜欢吃。 好像这句话每年都在说,翻来覆去就跟口头语似的。 到了夏天,她又把母亲接到自己家来住,结果是母亲又恢复以前在她家的样子,不愿意出门,白天没事就喜欢睡觉,晚上又睡不好,也不住一个人卫生。 更别说早晚洗漱,早晚泡脚,就连平时最重要的事也忘了。 朋友发现了一个规律,母亲在弟弟家住生活起去正常,也很注意个人卫生,人也变得很自律。 最重要的是,喜欢跟周边的老人一起交流,谈心,整个精神状态很好,爱说也爱笑。 但是,到了她家就完全变了一个人,白天不出门,老打瞌睡,晚上睡不好,自己也不想卫生,连基本的生活规律都忘了。 朋友说,老人还是适合在儿子家住,这样对母亲的健康有利。 她总结了以下两点原因,一,老人在儿子家住从心理上感觉她是自豪的,安心的,所以也愿意出去跟别的老人交流。 老人愿意出门,那就自然会注重自己的仪表,讲卫生了,这样一来,他们也心里不空虚了,有事可做。 二,老人住在女儿家,在心理上,他们会认为自己没人管了,也不愿意出门,天天宅在家里,无所事事,心里很空虚,什么事也不愿做。 有些老人家想着等老了,和儿女住在一起,指望将来儿女给自己养老,但如果想要和儿女住在一起,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。 如果不具备这三点条件,老了还是自己过吧。 一,很多老人家都想当然地以为,儿女是自己生的,自己养大的,儿女给自己养老是理所应当的,这是他们的责任。 但人性不是那么想当然的,他们如果想要跟儿女住在一起,又不想看儿女的脸色,那至少要身体健康,要自己有用。 人们常说,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,那指的是家里有一个健康的老人,不是指家里有一个身体有病,毫无用处的老人。 如果一个老人身体有病,还对儿女一点用处都没有,那这样他们想跟儿女住在一起,儿女只会把他们当成累赘,当成负担。 如果老人家想要跟儿女住在一起,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要对儿女有用,可以帮儿女分担家务,照顾孙子,这样儿女才会欢迎他们住进来。 二,有些老人家和儿女住在一起之后,就对儿女的人生过分干涉,总是要插手儿女的事,这样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家庭矛盾,可能会让儿女嫌弃他们,也可能会让他们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。 不高兴,如果老人家想要和儿女住得舒服,住得开心,要记住得有界限感。 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,已经结婚生子了,不要对儿女的人生过分干涉,他们过他们的人生,虽然住在一起,但也要分清楚,他们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,不要对他们的人生只手画脚,哪怕你是他们的亲生父母,也不应该过分干涉他们的生活。 三,很多老人和儿女住在一起之后,其实觉得不开心不幸福,因为发现儿女没把关注力放在自己身上。 也有可能和儿女引发冲突或者矛盾。 住在一起会有冲突或者矛盾,那是必然的。 有些老人他就比较看得开,心比较大,在产生矛盾之后不会过分不开心,他对这种矛盾看得很淡,一直保持着平常心生活。 那些小矛盾产生了过不了多久,第二天他就忘记了,继续开开心心地过日子。 但有一些老年人他比较敏感,在产生矛盾之后他就容易不开心,没有办法用平常心去看待这些矛盾和冲突。 他很容易抑郁,常常欲语寡欢。 如果老人这样子,儿女和他们住在一起就会很不开心。 所以,老人如果想要和儿女住在一起,一定要让自己有一个坚强的心态,可以从容地去面对很多矛盾和冲突。 总结一下就是,老人如果想要跟儿女住在一起,要满足三点。 第一点,要有健康的身体,对儿女有用。 第二点,不要对儿女的人生过分干涉。 第三点,不要在产生矛盾后过分不开心,要保持平常心。 如果可以做到这三点,那就放心地和儿女住在一起,相信你们会融洽会幸福。 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,安享晚年。 其实不管住在哪里,自己舒心是最重要的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刺吗?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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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。